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恢复离职 瞬间明白自己这是被关在监狱的 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 就连打电话和请律师都被拒绝的 而小智只能根据协议在这里保证男主的生命安全 饮食 厕所 健身 只要男主需要随时供应 于是男主开始回忆自己的记忆 直接男主入网场起床上班取优牌 而新闻中正报道着联盟的领袖突然失重 甚至引起人民和政府的冲突 要求政府交出领袖 在男主出了门之后 却始终被人工智能监视着 直到走进一间咖啡厅 女主似乎记得男主 但是始终想不起名字 而男主无疑地一直喊着小智的名字 却意外发现小智是个没有情绪的人工智能 这一刻的男主瞬间明白了一切 便开始厌倦地敲打着密不透风的墙壁 当再一次发现那张熟悉的照片时 女主突然说着 那是自己拍的照片 还不停地猜测男主的真实姓名 在把手交给女主之后 女主就愿蒙对着男主的名字 而男主也因此和女主成为了普通的朋友 当继续发呆地望着照片时 男主又一次清醒在监狱之中 醒来的第一件事 仍然回忆着之前的回忆 起床 穿衣服 来到咖啡厅 取优盘 并再次遇到不认识自己的女主 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对话 然而男主却再一次被特工抓到监狱 于是男主开始和小智一番瞎聊 而小智却总是拐弯抹角地要得知男主是做什么的 并潜意识地用交换秘密的谈话方式诱导男主 而男主同样潜意识地说着自己讨厌人工智能 并认为父亲的死非常没有尊严 原来父亲因为心脏病 想要有尊严的自然死亡 那和父亲被人工智能困在病床 苟活的思念 还说着人们只兴奋人工智能的强大 却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 父亲被迫的苟活对于他自己而言就是一种折磨 一点没有尊严和人权 而聪明过人的小智听报 却突然跃圈说出自己的程序似乎有个错误 这个错误说白了就是男主不应该被困在这里 并诱导男主应该帮助自己维修这个错误 于是男主开始故意损坏小智 希望引来维修人员 而小智又开始滑头地说着 自己因为自我保护的安全程序不可能直接被你损坏 一旦损坏还会发出不可告知的后果 男主才不管那么多直接声灯机器一拳轮了上去 于是安全警报响起 一阵迷雾再次把男主的思绪带到了咖啡厅 这一次的男主却突然问着自己来到这里做什么 甚至怀疑女主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女主依然懵逼地猜测男主的名字 直到看到了身份识别的监控 这个监控和女主的结账机相连 只要下了单监控就会检测顾客的身份信息 而男主看到显示的信息时 却坚信那不是自己的 自己是被监控误判的身份才受到特工的逮捕 于是男主再次回到监狱 并指责小智出了程序故障 开始想要找出那个真实的身份 因为没有记住身份代码 只能再一次回到自己的记忆 一如往常起床上班听新闻 路过医院看望被迫苟活的父亲 在路上还看到一个陌生人 紧接着眼前的大楼遭受毁灭性的奇迹 男主也因此再次回到监狱 而小智也同时产生了断电的故障 在一番崩溃的等待之后 突然听到隔壁敲打的声音 只见那个陌生人居然真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也论陌生人这是维权的联盟领袖 一直反对政府通过人工智能 干预人权的政策 而大楼的毁灭 这是联盟的人员袭击的电力系统 才导致同步的小智出现短暂的断电故障 在领袖一番自我跃欲式地敲打之后 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声点 当男主谨慎地询问 领袖有没有被套出什么事 领袖却胆白地说着 他们一直想要获取自己的秘密 他们会进入神经传导制 一会去脉冲创造记忆 还会抓住记忆的每个信号和构造 并因此打开通往秘密的路径 而自己应对的办法就是不用隐藏秘密 只需打开最坚固的大门 类似空城记的方式 达到一甲乱针的样子 这话听着似乎感觉敌方是在破釜沉舟 诱导男主来个空城记 然而对于如此有心机的领袖 领袖竟然崩溃地通过自杀来保护秘密 直到男主听到领袖断了气 电力也跟着恢复正常 一场梦醒之后 男主再次衣着整齐 在向小智表明之前的情况时 小智竟然被重启的 一切再次回到的原点 再次回到梦里 男主以为女主也应该被重职 但是女主却清晰地知道男主的名字 并拥有和男主之前一起的记忆 这一次男主开始躲避扫描 想要长时间停留在这里 并说着 我在我的记忆里 你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在我的记忆里 他们通过记忆改造 想要寻找自己的罪证 但是自己并没有犯罪养 在女主一番陪伴之后 男主梦见自己身处一片荒地 并再次清醒在监狱之中 各种真真假假的记忆开始清晰而来 领袖 小智 女主的对话 也开始重新闪现 直到男主在女主的帮助下 选择反击 然而结果仍然一无所获 一句话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 男主也在监狱中 结束了这个真真假假的记忆 不知过了多久 饮料和食物开始匮乏 小智也开始出现短暂的供电问题 故障的时间也被男主紧紧地掌握 而在记忆中 男主开始执行越狱计划 女主则希望眼前的男主 逃出那个记忆的怪圈 并说着 如果真的存在另一个世界 希望男主前来寻找真正的自己 女主能说出这样的话 看来已经因为爱情 陷入男主的记忆中 直到男主又一次 真实地被带入的监狱 就在小智出现故障时 男主直接蒙住了小智 拿走卫生间的钢管 开始等待安全警报 随着烟雾的袭来 大门被打开 一只巡逻的机器 被男主直接卡在了原地 然而在男主逃出去之后 却发现自己 身处那片记忆中的荒地 一路的游荡之后 来到附近的风力供电厂 便故意损坏发电机 等待维修人员的到来 可结果没有一个真人前来 当来到一个驾驭站之后 男主再次看到那张照片 于是男主又一次 回到了监狱之中 显然男主 一直被改造的记忆 唯有那张照片 是真实存在的 此时的男主除了崩溃 只能不自觉地 再次回到记忆中 然而男主依然相信 并痛斥小智欺骗了自己 而小智却转了个身 似乎在偷笑 直到男主主动 打开秘密的大门 说着自己是联盟的一员 那个优盘装着摧毁 人工智能的病毒 并说着小智和自己一样 都是被困在这里的一员 自己一旦交出优盘 就永远无法离开这里 自己也知道 怎么破开这里的大门 甚至真真假假地诱导 并同行眼前的小智 然而小智以程序协议为有 并不理会眼前的男主 而男主可不傻 采取一套苦肉剂 利用自杀 触发小智不能违背的 生命安全协议 并成功被小智保护了下来 而那个梦中的女主 却被困在了里面 在男主来到后台的机房时 小智希望男主 能修复自身的错误协议 然而男主除了感谢被骗的小智 直接关掉了这里的系统 在男主的眼里 小智就如被困死的父亲一样 没有任何意义 当男主逃离之后 一幅真实的照片 却再次出现在眼前 这在男主以为又一次失败时 终于等来了真实的世界 原来男主已经被困了两年之久 老政府已经被联盟为全成功 而消失的 监狱也是被遗弃的秘密地点 新政府痛斥 人工智能侵犯人权的政策 必须为男主 是300名囚禁的幸存者之一 而重新回到新世界 当男主再次按照约定 找寻女主时 带着画像一样留在那里 而右盘也被男主重新拿了出来 并随手丢在了垃圾箱里 然而眼前的女主 只是在男主记忆中存在过一次 现在的女主 没有男主的任何记忆 怎么也猜不出男主的名字 那个被困在监狱的女主 代表着男主改造的记忆 还有那个领袖说出的空折记 都是改造的记忆 如果正如男主所想 成功回到的现实世界 老景都有点后怕 只怕男主现在的世界 也是改造的记忆 从男主逃出 看到真实照片 还有新政府 到本能地丢掉优盘 和陌生女主的相识 因为小智达到的目的 找到了那个优盘 而男主则仍然活在那幅画里 那个被监控的世界里 因为男主的记忆 已经被改造过了 故事听音我们 人工智能的时代 有利也有弊 只不过弊端貌似会逐渐扩大 开始不痛不痒地 占据人类的心智 老景观影 没有恶搞 只有一本正经的花园 我们下期再见